记者李湘文,综合报道香港女性蓝洁英于2018年10月底在家中暴毙身亡,从风华绝代到晚景凄凉,令整个演绎圈部声唏嘘,她辞世后,骨灰被安置在长沙湾天主教墓地,近日有粉丝前往吊艳,却经见墓碑被烟熏得焦黑,愤怒PO文,真是气得发抖。 蓝洁英在2018年10月过世,图,CFP请继续往下阅读,粉丝生气PO出墓地的照片,只见蓝洁英的墓碑,周边水泥墙都有部分被熏黑,立旁还遗留烧过的香灰和蜡油,环境看起来显得有些脏乱,然而,蓝洁英生前信奉天主教,去世后也被安置在天主教墓地,照理来说并不能点香祭拜, B40部分粉丝擅自行事,却对墓碑周边环境造成影响,蓝洁英的墓碑被烟熏黑,图,翻射自微博,乌拉纳拉式的狗腿子见到这个景象,发现此事的粉丝气氛难停,在微博公开呼吁,烧成这样,大家心里有什么想说的吗? 我想说其他所有事都影响不到我,但看到被烧成这样真是气得发抖,他只问,墓碑被熏黑到这个地步,到底该怎么清理,谁来清理,只能愤怒要求大家祭拜时遵守规矩,能不能尊重下别人的信仰,B40粉丝点香,导致墓碑周边被熏黑,图,翻射自微博,乌拉纳拉式的狗腿子照片曝光后,许多网友也跟着哗然, T蓝结因打抱不平墓碑烧成这样真的很气,活着的时候已经很苦了,放过他吧,如果不是不小心的,那心简直坏透了,但也有人帮忙缓甲,认为烧香祭拜的人应该只是想表达心意,却没考虑到宗教信仰的问题,呼吁大家以后多留意,献花致意就好,版权声明,图片为版权照片,由CFP视觉中国公托迪新闻云专用,任何网站, 报刊,电视台未经CFP许可,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载,规者必就,莱斯布洛克阿兹,会